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位清末格格,为了等一个她爱却完全不爱她的人终身未嫁。 那么这位对爱情如此执着的格格究竟是谁呢? 她就是宛柔的表妹王敏彤,完颜丽同济。 王敏彤生于1913年逝世于2003年2月28日,王敏彤长相清秀,性格文静。 在王府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,17岁的王敏彤在天津居住时尊母命曾与一门当户对的爱心,觉罗氏公子哥订婚。 后因南方与母戏子有染,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,为此两人解除了婚约。 后回到北京都次三条27号组屋定居,王敏彤的母亲是个老派人物,官称王老太太。 旧时在京城也算得上是有身份的人物。 解放后家庭没有别的生活来源,靠卖脸旧东西,再做一些缝缝补补补的活维持生计。 虽然不富裕,但一家人生活的也还算平静。 溥鱼客舍回京后,她一家人的平静生活就被打破了。 早在维买州国时,溥鱼的二妹就有意让王敏彤嫁给溥鱼的弟弟溥杰。 母女俩都到了维买州国的长春了。 可由于日本人不同意溥杰与中国人结婚,此时变慌了。 但她一家人仍对溥鱼及爱新觉罗家族顶礼膜拜。 崇敬得不得了。 刚一听说溥鱼客舍回到了北京,王老太太就邀请溥鱼到王家来吃饭。 吃饭时,王敏彤在旁边拔展,俩人说说笑笑。 溥鱼微醉之中,又说了不少笑话。 结果溥鱼大进而归。 过后她只记得燕琪上了佳瑶,却忘了拔展的王敏彤。 可王敏彤却以为溥鱼喜欢上了她。 净害上了单相思。 王敏彤比溥鱼小七岁。 但由于皮肤白皙,瞧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很多。 她以为溥鱼对她印象不错。 于是又托溥鱼的三妹夫任其从中撮合。 邀请溥鱼再次赴宴。 溥鱼根本就不想跟就满足女子搞对象。 而且她也不想找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就是家庭妇女。 于是,无论是王老太太还是王敏彤请吃饭。 溥鱼一律婉拒了。 但王敏彤死缠不放。 屡屡托人向溥鱼说。 溥鱼烦了。 产生了逆反心理。 一提王敏彤就头痛不已。 到后来, 1962年, 溥鱼跟李初贤结婚。 王敏彤听说以后, 尽大哭了一场。 1965年, 溥鱼患病住进了医院。 当时看望病人需要在门口拿牌子。 一次只准进一个签署。 每天下午三点探视时, 李初贤都看到牌子被人先拿走了。 而这个人就是王敏彤。 每次他进溥鱼的病房探视, 一坐就是一下午。 后来王敏彤越去越频繁。 溥鱼烦透了。 一次, 他进了病房长时间不走, 最后被溥鱼直接轰走了。 也许是他真心喜欢溥鱼。 1965年春节前后, 王敏彤又来医院看溥鱼。 这次溥鱼毫不客气地跟王敏彤说, 我不想见到你, 你给我滚出去。 可是王敏彤仍然不死心。 为了追求鼓鼻, 王敏彤夫妻去医院专门做了妇科检查, 居然开出了一张诊断证明书, 证明他依然是处女。 这未免可笑, 但却是事实。 足见王敏彤的一片痴心。 王敏彤一直都是和母亲一起住。 他母亲去世后, 他就自己一个人住着, 混合后接到每个月给他300元钱。 没有其他生活来源, 就靠这点钱维持生计。 家里破败的跟要办得差不多。 其实, 他要改变一下生活很容易。 他有一个乾隆的瓷瓶, 是祖上传下来的古董。 有人给他出价到80万。 他坚决不卖, 可能是因为祖上传下来的宝贝, 所以不舍得卖。 后来王敏彤年纪大了, 需要人照顾。 他的一个琪琪就送他去了北京一家养老院。 养老院的条件很好, 在那里好吃好住。 他的生活一下子好多了。 可是, 谁也没想到, 他在养老院没住满一个月就死了。 据说是因为一次吃饺子, 忽然没咽下去也死了。 据王敏彤的妹妹回忆, 王敏彤从小受过家里很严格的教育, 或许是这种固化的教育害了他一生。